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非常期盼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以后 房子归女方 但几年时间过去了 男方才不配合女方进行房子过货 所以女方只能求助女士 事情还要回到2019年 马女士说 她丈夫因为出轨 两人协议离婚 潘先生是净身出货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潘先生不肯把房子过货给她 说起两人离婚的原因 完全是男方的过错 男方频繁的出轨 而且被马女士找到了很多证据 就是因为她出轨了嘛 出轨而且不是一次 是好几次 她是最起码在今年应该有四五次了 我给人家家里面把她找出来了 找出来让我因为这 俺俩第一次离婚了 离婚之后还通缉着生活 为了小孩嘛 请你朋友有一圈 有复婚了 复婚了之后 还是不该 还是出轨 马女士发现潘先生出轨以后 也给了潘先生的机会 但潘先生还是继续出轨 而且还说自己找到了真案 潘先生不顾家庭 依然的选择离婚 由于是潘先生有错在先 所以离婚后是净身出户 双方的离婚协议中说明 孩子房子车子都归马女士 而且还要偿还给马女士九万块钱 以前她把工历的时候 我还给了她九万块钱 但是现在离婚 人家版了 房子也没有给我 然后扯子现在是经过花眼 上个国库他国库了 房子现在不但不给我 而且现在连房子已经拒绝藏上了 那等于说你的前夫是 因为他这个过错 所以他净身出户 你现在这个九万块钱 我看有一个经济不少 男方支付女方九万块钱 这个起诉了 这个也起诉了 也判决过了 也判决过了 现在等于是 现在只有这个房子的事情 还没有给钱 对 等于说就是房子的事情 然后给保国钱还 如今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潘先生一直不肯 把房过货给马女士 律师觉得 这种是一般事先双方进行协商 如果协商无果 才要求法院进行强制执行 而对于抚养费的问题 马女士也没有强行要求 其他医护的抚养费 以后再说 就是看见 看着他对孩子的医院 他愿意给个 他都给个 他不愿意给个 我也不强求 我单身我自己幸运苦 我挣了钱 我希望他给我 潘先生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给就不给 随后马女士和律师 一起去了潜伏施工的工地 据马女士说 潜伏在这里包了几个工程 到了这个工地是什么情况 是你潜伏在这工地干活吗 他在这里面保了 六棟楼里碎点 然后六棟楼里碎点都是他保的 他现在 你看这个工地 现在已经关工了 你搏下来基本上都模糊了 手机一样都在不上 现在我们先去你 你看我们现在在不在吧 或者在不看 我们先鞋商人家这个事情 好 马女士在外面发现了潜伏的车 但是却不见潜伏在哪里 这住啊 这住里啊 你让我都没一块钱 跟着买把钱住啊 在菜给外边了 那我不找 你有钱找没有给在里边 你快找到 你开办公室里 我找到没没人 你没人我 那在菜给外边站里 你搭在家 我搭不过一些 你搭呗 我搭他 他没事我搭过 由于在工地没有找到潘先生 所以马女士拨打了潘先生电话 没想到电话居然打通了 这潘先生不愿和马女士见面 而且也不愿偿还这笔钱 就是强调了自己没有钱 我搭摸钱 坐下 你咱搭点手机 我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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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 再回想到小孩了 我都要骂 我说你拿去 我骂你 我骂你是 我敢骂你 我跟你说 我给你要多少回钱 你以为啥不给我钱 两小孩跟着我来 天天成年 一天一年要花多少钱 我也没钱花 那我的钱咱能 你现在要没有 我还是没有 你的意思 你啥时候给是咱能 我没有弄你啊 我没钱啊 你现在给不给 你现在给不给 现在我 我没钱 给不给 你现在找头不找头吧 你现在找头不找头 我不找头 鉴于这种状态 记者和律师也从中做调解 毕竟这件事 还是要以调解为主 没想到 潘先生还是表示 自己没有任何钱 是这样 如果你诚心诚意的 想给孩子的话 我建议您把这个房贷 我听你 马里说只剩两三万了 并不多 房贷想办法 你们两个一起还了之后 办理完房产证 可以直接立马 顾顾给孩子 那你现在一直坚决不履行离婚协议 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是吗 我跟你说 我想履行 我态度 他现在也知道 我现在没有钱 我咋履行 上次赶紧 搬了一万多块钱 刚搬了家 现在这个还没出来 现在我下一步都没叫自行厅 现在全部都已经闲着 他现在已经准备买钱了 他给外边说 准备买大钱 他准备买钱 就拿出来 买钱的 但是在马女士看来 这潘先生就是在说谎 据马女士说 谭先生之前办驾驶证 还拿出来一万多块钱 谭先生并不是有钱 现在是有钱故意不给自己 而且一直拖着 鉴于潘先生如此的态度 马女士也非常的气愤 所以马女士决定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他本人来吃 给他那名牙等于的 嗯对 那这已经属于客户 现在没联系 今天给车发来赶了 他就会等于了 以后他会接在公里 都可以 喂你好 我是那个马瑞丽 你知道吗 我现在给我也说了 现在认 他的车给在门口转了 但是他认不着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出来 我刚才也去工地问了 你看工地的人也说了 这两天都接上来 如果这未宽一接 以后再没有 以后再没有他的事了 目前发现了潘先生的车在这里 马女士向法院申请扣押这辆车 还有潘先生在工地上 马上要结工程款 请执行法官进行扣留 随后马女士联系了执行法官 执行法官也是去找了潘先生 在一个多小时之后 执行法官带着潘先生赶到现场 但是潘先生并不愿接受采访 而且对于偿还前期的债务 潘先生还是说自己没有能力 执行法官按照马女士申请 对潘先生的车进行了扣押 下一步将对这辆车进行的司法拍卖 同时潘先生的工程款下来之后 优先给完工人工资后 剩下的钱会划给马女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主书马级242条 243条243条244条的规定 菜顶录下 总结 头发地区 插房破压被执行人 旁边上的开摊 跟菜顶总大好计划 打理交流 随后这个内容 来看一下 人一这个车辆 安静将必要想开头 然后在这边 还有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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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潘先生不配合房子过户 律师建议潘女士 尽快向法院起诉进行确权 确权之后 让执行法官进行强制执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